第四節 今天第一天想問陳佑華時 你說錯了嗎? 認識我的人 真是跟我私下相處的人 就知道我很爛口的 台長你都說的 我都聽你說的 不是 不是 我不說髒口的 那我冤枉你了 對不起 所以不撐住 這個問題就是牽涉到一個智商的問題 第一件事先問你 智商這件事 intelligence這件事 我們現在怎麼界定呢? 這樣的 我覺得這件事有得爭辯的 其實很多時候你量智商的那些量標 那些基準 很多時候是做一些數學推理題的 然後去到你能不能夠去看穿一些pattern 這些東西 我覺得是有效的 但是其實當你一個人進來社會 你怎麼將一些東西組織好 處理一件事 懂得人情世故 我覺得這些 你可不可以說都是IQ 我又會覺得你一個高IQ的人 你都能夠 應該真是一個醒目 不要只是說聰明 很多時候IQ在說你聰不聰明 我覺得你一個人出來做事聰不聰明 不只是在說你懂不懂做那些推理題 所以你問我的界定 這樣說 我自己去做一些數學推理IQ的題 我可以查到自己的IQ很高的 但是你會遇到有些人 他未必會做你的題 但是你會覺得他是聰明的 但是有人在 所以你說的標準是怎樣 我自己都不是很適合界定 我們那時候讀心理學 就討論了這個問題都很長時間 甚至我記得我寫過一篇文 在講演員讀書的時候 寫過一篇文關於這個問題 其中一件事我們想了解的就是 有沒有所謂的general intelligence 就是說有沒有一些智商的標準 我們是可以判斷到這個人有了這個水平之外 他做任何事情都比其他人厲害 這個是一個很核心的問題 是啊 你不知道台長 你還記不記得幾個星期前 我們玩過一個小小的測驗 我們一定是一起玩的 要你想 不知道10個生日還是20個 最好是越不接近越好的 然後就是憑空上來的 你不要看周圍的環境 然後他就會給了一個分數 告訴你你的創意有多高 那台長你都很高分的 你都做到 但是其實你會發覺 我們去選字的元素很多時候就是 我們不會去局限自己 儘量去局限自己的選取的來源 有些可能我們自己的興趣就是 很涉獵很廣泛的時候 我們知道更加多的生字 我們不避諱一些禁忌的詞語 我們粗口照寫下去 糊塗的東西照寫下去 然後我們很正經很神聖的 我們都照看照寫下去 於是你那個資料庫越闊的時候 令到你去結合這些資訊 去製造一些新的東西出來的時候 那個能力會越高 所以我覺得 原來創意我都會覺得 這個可能是一個好的創意指標 甚至乎不止 你個人的創意高 其實我都會覺得是一種聰明的表現 但是我們理解 譬如讀書多的人 就不講錯誤的 我們以前讀書的時候 就是覺得 裝不講人 不講人 至少我讀書的時候就是這樣 我的老師不講錯誤的 到了我們學生 不講錯誤的 講錯誤就是壞人來的 看你做什麼是 看你做什麼是 我都要講一些花編的東西 就是質問呢 以前我讀的那間大學 就那幫工程學教授上課 當然是思思文文 但是一組隊下去 跟學生踢球 哇 就真的變回一個很專業的足球員 in a sense of 講粗口 OK 就是不是他們踢得很專業 而他們那一刻去踢球的時候 那種溝通是專業的粗口溝通 那我會覺得沒有的 你做工程學教授 你真是在外面做過的 你怎可以不懂得說粗口呢 是不是 這些是賺錢來的 是啊 那些女士 對於這件事情 就有很多的看法的 就是起碼我認識一些女士 就對於這件事情很反感 但是反感還反感 就是我們今天去探討的問題 就是講粗口的行事 是不是聰明一些 是不是多一些的 高一些智商 那我們可以這樣看的就是 他教授或者他一個學者 他口不講的 他心裡面在講的 其實他一天在講的 他可以提的 其實很有趣的 我也不知道第一次聽到 今個星期有一位心理學家去報導 去發表他的結果 他認為說粗口是一種聰明的象徵 當然大家的反應就是 哎呀我早就知道自己是有聰明的潛質的了 難怪啦 但是你不要搞錯因這個關係 你聰明一些所以你講粗口 不等於你講粗口之後你聰明一些 兩樣的關係 是不是 就是你現在看完這個報導 你覺得原來自己不夠聰明 因為還沒講粗口 這樣就沒有這回事的 OK 但是其實是這樣的 他嘗試從一個統計與心理層面去分析這件事 其實很有趣的 這類講粗口的研究有很多種的 譬如有人去真的嘗試去評估過 如果一個人被東西夾到 撞到很痛 在很痛的那一刻大聲講粗口 原來他的痛感 是真的有一個很理想的 自我安慰反應的 一個placebo 於是你真的會覺得沒那麼痛 你真是一下子撞到 一下子 一下子少了出來 你真是沒那麼痛 或者這樣講 有些本身你自己的嘴巴不講 覺得很骯髒的 你心裏面講沒有人會怪你的 是不是 你心裏面 不知道是不是都有用呢 那真是不知道 但是其實你問我 講出來是更加有用一些的 其實這個跟那個 我會覺得讀書的原理都是 有些人讀書 你真的要對本書講出來 然後自己聽花一次 其實你會讀得特別入腦的 就是我們的機器就是這樣運作的了 但是當然在圖書館 就不會方便你可以這樣做了 你可能自己的心裏面去念 是不是 那講粗口 它有鎮痛作用 這個是有研究 不止一個研究講 是有意義效應的 另外講粗口是聰明一點的 他原來嘗試用其他的心理層面分析 他就說 他是在這個過程裏面 你克服痛苦 面對危險 以及面對一些不如意的事 那個是令到你有個緩解 就是令到你可以有個出口 更容易面對挑戰 沒有這麼用 就是那種傷痛 是有種很奇怪的自我療癒在那裡 就是你可以將一些東西去詛咒了一些東西 然後你就似乎將那個憤怒轉移了 宣洩了 然後你可以冷靜下來 然後好好面對你現在受的傷 經歷著的痛 克服現在眼前的困難 似乎在一個這樣 用一個粗口的過程裏面 這個東西是可以更加有效的去實現出來的 那這個我想可以用來解釋很多東西 其中一件事就是情緒宣洩 對一個人的提升一個進步 有沒有幫助 是啊 尤其是那個東西 如果是一種禁忌的時候 平時你不行 不可以說 但是那一刻你釋放自己說出來 宣洩了出來 你那種突破禁忌 其實原來在心理學上 是給你一種額外的安慰的 一種 講得衰點 一種暢快 但是當然啦 如果你本身是那個 對自己的道德要求水平比較高的時候 你的暢快感很快 就給你的罪咎感去蓋過了 那這件事可能對你就不是這樣做了 但是我們傳統上 我們見這麼多有智慧人 照計他們是一些學者 或者他們應該不是很斯文 我們怎麼解釋這種矛盾呢 其實這樣說 你看看在東方和西方 我自己在美國讀書的教授上課 有一個F-word是很正常的事 他們對我來說 真是一個作語詞 一個形容詞 當然他講得這個字 千萬不要對著一個女同學說 是吧 即是他對著一個女同學說 不可以 但是他純粹可能在描述這件事 我記得我有教授 他帶我們去教一班的時候 他說學校方面 就指到明要他最好用這幾個textbook 接著他就舉個 middle finger出來 又講個F-word 其實純粹去表達他不喜歡聽這個命令 他不會覺得這是一個好的主意 這個不只是在我們辦公室背後發生的 甚至乎 我不知道現在會不會又不同了 班房裡面聽到不出奇的 但是你要很搞清楚當時的context在哪裡 還有可能你說經歷了 現在那些社會運動之後 有人覺得我就算聽到這些事情 我也受騷擾 可能也會有麻煩 變了又會再避忌一些 就是對於越高年班 越成熟越熟那些 那你又見到會很正常 但是你在東方人社會 就是很老實講 我回去問你 那些老師我不聽他們說粗口的 就算多熟都不說 就是我自己不對 當然我看到他們都會受他們的分圖 那我都會不說的 我在面前都 我這個也要看大家在什麼P-group裡面 整個人都不說 那你說就變了有些壓力 是啊 那就自己怪了 自己怪了 但是我再補充一件事 就是最近有一個關於全世界 就是不同的語言的粗口的分析 純粹從語音方面 他原來發覺有幾個音是共通的 全世界的語言在粗口方面 其中一個R一個L都有的 我們廣東講一個 我就不講 不在這裡講 但是自己可以想像一下 就是什麼粗口 和這幾個音是有關的 我們不花太多時間 這個這麼有趣的問題 有一個很實際的問題 就在我們的社會裡面 那個糖尿病的病人的數目 越來越多 近代已經比較容易去處理這個病 但是始終是一樣的就是 那個胰島素方面要打針 對很多人來說都是一個困擾來的 我甚至見過人自己和自己打針 我真的不敢 現在是一定要的了 因為你說糖尿病最大的麻煩就是 第一你要經常去用藥 天天都要用 還有很多時候的藥要有雪櫃的 我真的聽過有人說 他直接使得他 現在還在一種風控隔離 租酒店的社會 他是去不了旅行的 因為你如果去證 去派證你那間酒店裡面 是沒有雪櫃的話 那條命都沒有了 是的 因為就是他那種糖尿針要雪的 而且雪就是你拿超過24個小時 基本上的針就不能用的了 所以是很麻煩的 還有很荒謬的就是 現在的社會 是有些沒有糖尿病的人 拿糖尿針來減肥的 是的 這個我們幾個禮拜前有講過 我們有講過 有沒有一些一種可以不用做運動 一吃一顆藥拍一支針 然後就令到你可以減肥的 其實那些原來糖尿針 是有人這樣去濫用的 但是那種腐狀很痛苦 令到你嘔吐 吃不到東西 但是你就不會有餓感 你就會自動瘦了下去 什麼運動都不用做 而且它會騙到你的身體 優先消耗了脂肪線 所以就是一個大家聽到 哇 減肥 就去買那些藥去用的 那這些就是周邊的東西 其實如果現在來講 遇到糖尿病的人 就是除了醫生叫你減肥之外 那你那個一般的治療方法 就離不開 就是有一些激素令它改 令到你那個食慾是不同了 另外就是說 你要是補充胰島素 因為糖尿病其中最麻煩的 就是你身體沒有辦法去產生 你需要用的胰島素 那很多時候 胰島素本身這件事情 你不能就這樣吃下去的 因為它過熬不了胃酸 那胰島素本身就是一些 在胃後面才有分泌的東西 過了胃才出現 才要出現的東西 那樣東西如果你放在口裡吃下去 你用不著就被那些胃酸搞坏了 所以呢 所以變成它就是為什麼要打針 就是這個意思 你只能夠注射進去 甚至乎你在腹腔打進肚子裡 令它更加快進去 無論是那些減肥針 胰島素針 都是要這樣 其實很多時候我聽過 就是胰島素針 看你用正的那些是幼針還是粗針 就是如果說幼針粗針 你問糖尿病人比你熟 那支減肥針本身就是粗針 就是你看到一半毫米 這樣一刺下去 真的是你捱出來的 但是你是要用的 沒有辦法 打完之後又不好過 但是有人就說 可不可以儘量減少打針的痛苦呢 這樣 在這裡我覺得有一個 雖然我只剩下很少的時間 但是很值得有一個創建 就是有人去嘗試去做 就是什麼呢 有人就問 可不可以弄一隻胰島素 它是基本上是可以口服的呢 就是用一粒藥吃下去的呢 變成就是我們不需要擔心 它會被胃酸削弱了那些這樣的過程 但是不是啊 胰島素本身就是一樣 會被胃酸削弱的東西來的 但是它說現在這樣 科技進步 我們說我不需要做一件 和胰島素一模一樣的物質 我只需要做一件 和胰島素的化學上的形狀相似的東西 令到它們在生化上 能夠產生和胰島素一模一樣的作用 於是就很有趣了 等於你吃一件 就是你吃一件東西 那件東西就不是你自己身體 純天然能夠產生的 但是那件東西它能夠給到 一模一樣的作用給你 去幫助你去控制血糖 而那樣東西本身它是可以耐到胃酸的 頂得住的 那如果是這樣的時候呢 就可以勉強打針的痛苦 直接把胰島素用口來吃 那我就覺得呢 如果這件東西能夠成功呢 對糖尿病來說 是一個其中一個很大的福音 令到大家那些東西也不用說 一顆藥丸可以走遍天下 然後每餐吃飯前 飯前飯後就吃 按照醫生的指示 那接著控制到血糖 那其實就已經 令到生活會舒適很多了 那你要看到 現在社會就是 糖尿病了年輕化的趨勢 因為那些高脂飲食 還有那種食物定時 挺捱壞人的 就是我自己以前 經常就是捱到 下午三點鐘才吃第一餐 我現在都戒了 因為我都捱不了了 現在真的 那原來是很傷的 主要真的是傷這些 胰臟這些位置 哦 明白 但是現在還沒有這個藥嗎 現在還沒有 但是已經想到一個就是說 就是已經開始試著 比如台長你找到就是說 由老鼠到試 因為如果過到老鼠 都是哺乳類動物 它過到那個腸胃系統 尤其是胃那部分 它可以繼續保留它的形狀 來產生一個跟胰島素相同的作用 就是它是一種物理上是能夠跟胰島素 產生同一個生化反應的一種東西 但是其實它本身的構成 本身就不是 未必是 就不是天然胰島素的那種構成 其實我會覺得打個什麼比喻號呢 就像是吃代糖 像是吃代糖 我們原來不只吃一種東西 會令到我們有甜味的感覺 就是如果吃阿斯巴甜 吃Saccharine 它那個 它只不過就是 它那個化學的形狀外面 就跟那個碳水化合物能夠同樣刺激到 我們甜味的味蕾神經 於是它不是糖 但是給了同一個味道給我 現在呢 胰島素也是 我們似乎用一樣 代胰島素的東西 它的好處就是 它不會被胃酸破壞 它可以吃下去 然後給它跟天然胰島素 一模一樣的效果 現在就是 在老鼠身上的測試 就有一個突破 那接下來呢 這樣就要等 wildlife安排了 看看可以肯是否去人巴 aspects 可以去人 body的補血 去到人那補血算成功呢 我覺得對糖尿病人是一個很大的福音 當然了 就是現在的前期研究 和它本身那份的配方合成是怎樣的呢 那我自己是完全不熟了 這樣就純粹有個消息告訴大家 好 那我們就完成了四節的科學生之後 下一節我們來到這個科學回憶錄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支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鈴鐺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